嗨嗨 各位午安 那我們現在進到贊助商的工商服務時間 那今年大會呢邀請到了 兩家天龍級的贊助商 分別是DevCore跟奧義智慧Sidecraft 來到現場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的企業理念 跟他們獨有的企業優勢 跟他們未來的企業經營的規劃 那我們分別會依序由DevCore跟奧義智慧 分別會有五分鐘的時間為我們進行企業政材短講 那我們現在首先先邀請到奧義智慧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奧義智慧科技的HR Tiffany 今天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奧義智慧科技 那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經對奧義應該有一些初步的認識 那我們今天會再更精簡以及快速的再更進一步了解一下奧義 好 那就如大家所知 奧義是一間專注於AI自動化的資安公司 那我們成立於2017年 今年是我們的第六年了 那其實奧義仍是一間非常充滿活力年輕的公司 那我們的企業總部呢在板橋的亞東醫院站 而我們的產品提供給 包含政府機關 警政 國防單位 更也包含金融企業以及高科技企業 好 那奧義呢是由三位創辦人分別為 Burnman Benson跟PK一同共同創立 那在一點的時間Burnman也會來到這邊為大家做分享 那也歡迎目前在場的聽眾可以一起繼續留下來做聆聽 好 那在這邊為大家快速的介紹一下奧義智慧的重要里程碑 那除了我們台灣的總部以外 奧義的團隊成員也來自世界各地 那今天歷臨現場也有遇到蠻多不同各國的聽眾 那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在日本成立了Sidecraft Japan 在2019年更擴起到新加坡 後續也接連加入了國際資安的應變組織 跟日本SIRS的協會委員 那我們在2021年很榮幸地榮獲Garnet 收錄在大中華區AI新創公司的指南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榮耀 好 那奧義在資安圈可以發光發熱 其實最主要也仰賴我們的奧義的技術團隊 因為我們公司的產品都是自研開發的 那我們的技術團隊分為三大團隊 包含開發 研究跟技術團隊 那首先來為大家簡單說明一下資安研發團隊他們的工作任務 那資安研發團隊主要會負責軟體開發以及系統維運監控的任務 那我們也有Machine Learning的團隊 今天在我們的大會的現場攤位 我們也進行做了一個小遊戲的開發 那歡迎大家等一下會後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攤位上蒞臨體驗看看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很不錯的贈品給大家 那Machine Learning的團隊負責最新的文獻研究 也同時優化了我們產品的質量 那這邊底下有相關的職缺也供大家參考 那如果對職缺有更進一步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攤位 那我們連續兩天也都會有HR在現場為大家解惑 那再來是資安研究的團隊 主要會負責資安方面的研究 包含了威脅的獵捕 惡意城市以及網路情資的分析 更負責了公司產品前期的開發 包含像是試驗軟體模組的可行性 以供我們後期研發的團隊 可以做產品上面的應用 那他們也會追蹤各類的網路威脅 而奧義智慧呢也注重台灣資安的人才培育 我們在跟資安的社群有長期的合作 也提供像是實習計劃 那研究團隊也有多位成員 都來自於就是各社群的講師 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系列的計劃呢 可以提升台灣資安的能量 將資安的這樣的知識 傳遞給更多的同學 以及業界的同仁 那這邊也有相關的職缺 可以供大家參考 好 那最後一個團隊 最後一個團隊呢 是我們的技術團隊 那主要的任務包含 資安監控一場事件的通報 而我們專業的技術團隊 也會為客戶進行 產品部署的障礙排除 那此外在資安事件發生後 也會做應對的調查 這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此我們的專業團隊呢 會做後續的見識調查 以及分析 並且提供產品的教育訓練 像是提供客戶購買 資安產品方案的專業建議 那使客戶呢 在使用奧義的產品時 能將產品的效能 發揮到最大化 好 那再來為大家快速介紹一下 奧義的企業文化跟員工福利 那誠如剛剛所說 奧義是一間活潑 富有靈活的創新資安公司 那我們提供員工呢 非常豐富的教育訓練 包含像是頂尖專家的技術分享 以及非技術的交流分享 因此我們也會經常舉辦 技術相關的論壇 以及分享會 那還有包含 我們提倡同人工作的生活 以及彈性 以及優於法令的特修制度 跟旅遊補助 那最後是我們強調了團隊情感的連結 以及建立 又提供像是聖誕活動 team building的活動 維護跨團隊同人之間的感情 好 那這邊就帶大家看幾張照片 因為時間有限 那最後的話是員工福利的部分 包含像是多項的禮金祝福 以及健康的守護 以及像是運動補助教通津貼 跟我們持續的鼓勵同人進行做進修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想跟大家宣傳 奧義智慧的使命是讓資安成為最有成就感的工作 那我們歡迎各界的人才一起加入奧義 跟我們一起打造更安全的世界 那也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們在奧義智慧在今年有榮獲HR Asia 就是最佳雇主品牌的獎項 那奧義也非常榮幸能獲得這樣子的獎項 那大家關於奧義或是職缺更多的詢問 或是疑問的話 歡迎大家等一下會後到後面的攤位 那我們會再做一一的解答 那這邊如果對奧義有更多的興趣的話 歡迎掃描QR Code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 我們謝謝奧義智慧 我們謝謝奧義智慧 那接下來換到DevCo的工商宣傳時間 好 大家好 我是DevCo的少林 那今天由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自DevCo的訊息 那開通民意的就從這份投影片裡面 第一頁就看到說我們持續的在爭彩中 而且未來也會不斷的 這個職缺是不會再關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等到你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來投我們的履歷 那我們比較少在公開的場合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願景 還有價值觀之類的 那我們公司是一家資安公司 所以我們的願景就是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安全 這個顯而易見的 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們創業初期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改善一些資安產業的一些結構 那在十年前的時候 資安產業其實一直都有很多鬼故事 所以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跟各位比較有相關的事情是 我們一直認為駭客 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些人 他們開發能力也強 然後又會找漏洞 其實應該要有更好的待遇 所以這也是我們想要改善資安產業的一個初衷 好 那我們的使命呢 就是成為世界一流的資安公司 所以我們會想要嘗試去國外演講 還有參加國際化的比賽 那再來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優質人才的 可以發揮的舞台 那我們盡量的讓公司的環境 能夠讓這些人才能夠生活得很舒適 好 那這是我們的相信 我們相信呢 就是這個世界上的漏洞其實永遠都會找不完 但是我們只要一直持續的在找漏洞 那世界就會變得更安全 所以我們會需要大家一起來加入我們 然後一起來找漏洞 然後一起讓這個世界更安全 好 那簡單的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辦公室 那辦公室的環境看起來OK 就是從我們辦公室的一面可以看到101 那另外一面是可以看到田徑廠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什麼全明星運動會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窗戶上面看到這個現場直播 好 那目前呢 我們開放的職缺有這三個 有紅燈眼鏈專家 還有滲透測試工程師 還有資安研究員 那這些資訊呢 其實到我們官網 就可以找到那個Cake Resume的連結 那大家直接在Cake Resume 或者直接寄信 就可以把履歷丟過來 那我簡單的介紹一下各個職缺 然後我特別想要講的一些資訊好了 首先第一個 紅燈眼鏈專家 那我想要講的事情是我們的工作 那曾經在2019呢 我們的紅隊隊長丁丁他講了一句話 就是Nashio的生活往往就是這麼樸實無華且枯燥 那這裡的重點是枯燥 其實某種程度我們的工作 就有點像是在解一題很難很難的數學題 那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是顯得很枯燥乏味的 但是解出來那個題目的那個快感 其實也是很充分的 所以我們紅燈眼鏈專家需要的特質 第一個一定要耐得住枯燥 然後呢一定要有能夠走出自己的答法 就是我們的紅燈眼鏈任務的目標 一定都是人家已經做過滲透測試 或者是紅燈眼鏈做過很多次了 那我們怎麼樣還能再找到漏洞 那就是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答法 那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keyword 然後再來呢滲透測試工程師 這個職位是今年甚至這兩個月才開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職位呢 其實我們有陸陸續續面試幾個很優秀的 剛畢業的學生 那這些學生呢 其實因為我們要真才的對象是紅燈眼鏈工程師 但這個紅燈眼鏈呢 其實有接觸到一些後滲透的部分 那後滲透並不是學生可以接觸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很多的面試者都會說 我沒有合法的黑低的後滲透的經驗 所以當然可想而知的 它不能夠是一個極戰力 所以我們特別開了這個職缺 讓這些年輕的人 可以在我們這邊一邊打滲透測試 一邊練習紅燈眼鏈的技巧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職缺在我們那個 在我們真才網頁上面有提到一點 就是這個職缺需求是 它必須要在兩年內成功轉職成紅燈眼鏈專家 這個是我們的需求 好 再來是資安研究員 那資安研究員的話 這個是昨天晚上 我問了我們公司的研究組的 Andrew Boy 那我問他說 你們想要真的是什麼樣的人 那他提供的一個關鍵字就是有熱情的人 那我們陸陸續續聽到了很多人就說他很有熱情 但是我們會看重的事情是 你有熱情 那你表現出來是什麼 你要證明給我們的人知道說 你真的很有熱情 你花了多少時間在裡面 然後你成長的軌跡是怎樣 讓我們看到你進步的幅度是什麼 好 那這個都是一些熱情的佐證 所以你必須要闡述你的熱情 然後讓我們知道 那就比較容易加入到我們的研究的行列 好 以上就是我們真才的一些資訊 那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準備好真才的話 底下還有三個資訊要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資訊就是我們其實還有實習生的計畫 不過今年9月到1月這個時段的那個已經結束了 所以請密切的關注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是官方網頁 那我們大概會在1月的時候 也會釋出下一屆的實習生計畫 那就再請各位如果對實習生計畫有興趣的 可以直接來報名 好 再來我們其實有提供一些資安的獎學金 那在福人大學和台科大 其實每年都有三個名額可以 我們會頒發獎學金 那歡迎大家來投資安的獎學金 那如果你不是這兩間大學的 我們也有開放全國資安獎學金 那也是可以申請到2萬元 這個對學生來說應該是個滿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社群或社團 你是資安社群 那我們也會想要贊助你們 所以我們預計會在9月或10月這個期間 然後公佈這個消息 那這個去年已經有辦過一次了 就是各社團就可以直接來申請 然後我們就會發2萬塊給贊助 給一些資安的社群這樣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期待大家加入我們DevCore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再次掌聲感謝 DevCore跟奧伊之會Craft的贊助 那如果大家對於他們兩間公司 有任何真彩的想要了解更多細節的話 歡迎前往R44樓的贊助商 希望他會詢問他們的工作人員 謝謝